最后两位选手 先看肖若藤 肖若藤比完就是张伯恒 他们两个将决定这次的 个人权能金牌归属 直蒂特卡切夫 直蒂特卡切夫 180 这里有点问题 要顺下来 马尔凯洛夫 七体后旋锤 结是大回环 后旋锤前摆成倒立 肖若藤很大的问题 一般人要是控制不住 就会掉下来 首先他没有掉 第二他改编排了 他临场改 前面他是有很大的领先优势的 高出第二名都不止一分 一整分 但是如果他掉下来了 他难度还不如后面登场的 这个张伯恒大 就很危险 他就可能保不住这个第一了 所以他当时没有转过去 他的方向改变了 他马上调整动作 最后找回来了 这就是经过大赛 历练过的选手 世界顶尽的全能运动员 世界顶尖的全能运动员 肖瑞腾在领约奥运会上 当时是因为有伤 所以就错过了 东京奥运会 他正值当大之年 在东京奥运会上 他用出色的发挥 被自己获得了一枚 个人全能的银牌 他是东京奥运周期 第一个个人全能的世界冠军 奥运周期有三场试景赛 他是第一场 就是17年那场的 个人全能世界冠军 87.532 一场试景赛 一场试景赛